世界武术锦标赛女子太极剑的项目的冠军 这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世纪赛上获得的第六枚金牌 在28名参赛选手中 一席白衣的崔文娟排在第25位出场 茉莉花的乐曲响起 只见她轻植宝剑 身形扯稳 特别是这一套漂亮的雀地龙转体落地动作 更是赢得了满堂贺彩 最终崔文娟得到了9.8分的成绩 笑傲群芳 为中国队赢得了本届世纪赛的第六枚金牌 我们太极剑没有规定难度要求 我只是为了展现自己的一个特点 跳得比较高一点 应该说 就是身体条件比较好一点 所以就能展现得更好一点 在我们中国为什么能做不做呢 对吧 昨晚同时进行的男子男权比赛 共有74名选手参加 第一个出场的菲律宾选手威力王 以一套犀利的犬路获得了9.57分的分数 之后的选手没能再超越这个高分 经过了三个半小时的等待 威力王将冠军揽入怀中 在散手比赛中 中国选手张帅可 余飞彪都顺利地进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中心